索凯亚队先发的右边后卫 左边后卫今天上的是黄马的坑特朗 在中后卫的位置上 2号布鲁诺阿尔维斯和3号佩佩 两人的搭档 这个球员 看一下球送进去 这个球员到的球员 横梁上 看直接把球接到 一下是谁 是佩佩 应该是一个投球接力 直接打了 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 回定了一个球门力助 看一下土耳其队这边的进攻 巴尔西 巴尔西横向给到门前 危险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的时候 土耳其队将产生的比分 变成了1比0 这边路队员轻易地被缓过 坤特朗已经挤不过 富鲁特了 球是轻轻松松地传到了中路 越过了中卫线 二级球队 加拉塔萨雷 还有土耳其的U17 好球 哎呀 又是失之邀逼 一个进球 土耳其队一共只有三次射门 两次打在了球门范围之内 哎呦 看一下这个球 土耳其队有机会 球进了 球进了 哎呀 这是完全自己玩火 看一下这个球 这是布鲁诺埃尔维斯 传给D给后腰了一下 D小了 而且其实土耳其队员已经有预判 马上上前拦截 随后布鲁诺埃尔维斯又是想和4号维罗佐 两人一起直接就把这球给拦下 嗯 你们看这习近习近习选择的都是这种有血净的 嗯 哦 漂亮啊 土耳其队是抓住机会 在比赛进行到底67分钟的时候 现在搬回了一场 时间之后 现在终于也是兴奋了起来 人家甚至没有做这种倒地的反应 进账 漂亮的配合 点球 倒在了进区内 主裁判把手指向了点球点 点球手 看一下这个点球 哦 这球被扑了出去 不得确诊 哦呦 这个球又危险了 球进了 但是好像是无效 可是20号替补出场的二斤 哎 哦 有效 这一下是两个后卫 李卡多科斯塔和佩佩 这好像彼此在玩撞球 我们再看 李卡多科斯塔的这一个解围 打在了佩佩的身上 然后球撞进了球门 再拍下来 ,再拍下来 你 请解订阅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